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想 观想世间尊主而观无常 世间尊主而观无常的时候 首先应该皈依发心 每个道友心里面这样想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话 应该是非常有智慧 有能力的 从这个世间当中的 最了不起的天人来讲 像地狮天 大自在天 边如天 梵天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天人 在这个世间来讲 像贤人 国王 还有我们平时的导师 牧师等等 有许许多多 非常出名的 他们智慧也广大 然后力量 他们的威力 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世间人 而且他们的数量 他的寿命也长达万年 长达多少数戒的 万年的 这样的 并且具足梧桐的 每一个这样的一个天人 或者是世间的一个人的 这种智慧都是不可思议的 可以怎么想啊 包括我们世间的一些 比如说孔子 老子 他们的有些智慧和力量 现在人比较起来 可能是非常的难比 但是他们最终也是在这个世界上 全部都已经死亡了 没有了 有有无常的 来自天人也好 我们人间也好 任何一个具有能力 具有智慧 潜在威力的这些人 全部都最后 纷纷地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些人 难道还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也是不会死吗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的确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非常有名的这些世间尊主 人和天人当中 都很了不起的 包括我们一些历代的国王 这些 一想的话 曾经比如说 我们世间的一些唐朝的这些国王 宋朝的国王 明朝的国王 清朝的国王 这些纷纷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他在活着的时候 的确是他的眷属 势力 威望 都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人 就像是世间的小蚂蚁一样 没有什么可靠的 我们像随法般骨肉的身体 就很容易消失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想 一切如实是无常的 的确是无常的 心里面这样想 然后决定要修行佛法 短暂的人生当中要修行佛法 这个佛法是永远对我们带来利益的 其他的世间 我再有财产 名声都带得走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此大家这样观修 最后还是要回向善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